大家好,我是黑生,关注黑生,健康博客 有很多人担心不吃肉又会营养不良 但是吃太多,心脑血管又会出现问题 那么到底是怎么吃才能健康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怎么去选择肉类 很多人都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应该要少吃肉 这样子才更有利于健康 但是肉类中还有比较丰富的营养物质 比如说脂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 经常吃肉才能补充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 如果是老年人长期单独的吃素 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 还有免疫力下降等等风险 因此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应该适当的吃肉 而且是有选择的吃肉 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肉比较适合中老年人 什么肉要少吃 首先聊第一个方面就是红肉要少吃 那红肉就是烹饪过程中呈现出红色的肉 比如说猪肉,牛肉,羊肉等等 所有的哺乳动物的肉都是红肉 在2021年12月23日 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 在自然子刊,也就是自然微生物学上发表的一个研究论文 这项研究揭示了富含红肉的饮食是如何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的 那研究表示当肠道微生物这种消化富含这种肉件的食物 也就是红肉以及其他动物产品 这种动物肉产品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被称为氧化三甲胺的一个副产品 它会增加这种心脏病以及中风的一个风险 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 选择以下几种肉类会更好 那么是什么肉呢 其实就是白肉 比如说鸡肉鱼肉等等 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相比猪肉来讲 这个鸡肉会更加健康 那鸡肉呢 为我们提供这个蛋白质 还有脂肪 还有维生素 钙等等矿物质 那么营养价值相对还是比较丰富的 如果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 那么吃鸡肉就可以不要这些鸡皮这些油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鱼肉 鱼肉吃起来口感也不错 而且它富含脂肪 它主要是这种不饱和脂肪 那鱼肉呢 尤其是富含这种Omega-3的脂肪酸 也就是EPA跟DHA两种物质 那这两种物质对于血脂的代谢 对于血管的保护 心脏的保护 都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 那DHA呢 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记忆力 降低老年痴呆的一个作用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 我们每人每天可以吃 二两左右的一个鱼肉 那第三个呢就是虾 那虾呢富含20%左右的蛋白质 是鱼蛋奶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而且呢脂肪含量也比较少 由于虾属于这种优质蛋白 所以人体对虾的吸收利用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鸡蛋 有点生活经验的朋友都知道 鸡蛋的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那鸡蛋里面蛋白质含量在13%左右 胺基酸组成与人体的需要啊 非常的接近 通常呢可作为胺基酸评价的参考蛋白 那么鸡蛋啊富含这个维生素的种类啊 非常的齐全 换物质比如说钙啊 磷啊 铁啊 铅啊 锡啊等等 这些含量啊也很丰富 那第五呢就是吃肉虽然好 但是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事项 首先呢要注意烹饪的方式 很多人呢都喜欢油煎或者油炸的食物 但是呢这种烹饪的方法不仅仅会破坏这种肉里面的营养物质 而且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 所以呢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除了肉类的选择 第二个方面呢平时我们也要尽量选择一些钙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钙质的流失啊 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很多中老年人呢 经常都会说腿脚越来越不灵活 经常出现这种疼痛 甚至呢还会出现这种啊 比如说一些 因为这种骨质疏松导致的一些胸椎腰椎的压缩性骨折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啊 我们可以选择部分的豆制品 比如说黄豆 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每100克里面黄豆啊 含钙量高达191毫克 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膳食纤维高的食物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对每个中老年人而言啊 在日常生活中啊 要尽可能的选择一些膳食纤维高的食物 对于身体的好处也是非常大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很多中老年人呢 他会出现着胃肠疾病啊 消化功能也逐渐的减弱 便秘呢 经常出现 因此啊 在日常生活中啊 可以多食用一些 比如玉米啊 燕麦啊 还有蔬菜啊 这些食物来去增加我们胃肠的蠕动 缓解便秘 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 那第四个就是要注意营养的均衡啊 虽然说肉类的营养价值很高 但是对中老年人来讲 他们应该呢 更加保持这种营养的均衡 每天除了摄入一定量的肉类之外 还要适当的增加这种蔬菜水果 五股杂粮啊 等等 那蔬菜水果里面的蛋白质含量 虽然不高 但是他们还有这种纤维素 维生素含量是比较高的 经常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能够给我们补足这些维生素 而且呢 还能起到预防便秘的一个作用 那么以上呢 就是关于中老年人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 肉肯定是要吃的 俗话说啊 有一句话非常经典 大家记一下 就是说四条四条腿的 不如两条腿的 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 所以呢 中老年人呢 假如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啊 可以选择这种白肉 比如说鸡肉 鱼肉 这些肉类 然后呢 再注意一些 饮食的均衡 适当的肉类 搭配这种水果 蔬菜 粗粮 那这样子 就会能够让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好的 那如果大家觉得视频有帮助 欢迎给我一个点赞 大家的点赞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也欢迎大家 把视频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一起去学习 关于中老年人 如何去选择肉类 那么还有就是怎么去均衡饮食的一些健康的知识 那么如果大家就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呢 也可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 那么之前呢也跟大家聊过很多很多关于中老年人健康养生的一些知识 比如说最近聊的就是糖尿病的人群 能不能喝粥 喝什么粥会比较好 包括就是说糖尿病的人群 如何去选择水果 不会升高我们的血糖 还有就是其他的 比如说老年痴呆 它常见的一种原因 就是一种常见的食物 那这种食物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它会导致这一个老年痴呆 还有很多很多关于一些癌症的一些预防 也欢迎大家在我的主页去寻找这些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影片 视频去进一步的去观看 那么如果大家还有其他一些想了解的话题 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或者说自己想咨询的一些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 何医生呢 平时呢 有空的时候呢 会翻看一下这些评论 有空也会给大家回复一下 然后呢 会选择一些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一些话题 通过这种视频的方式把它制作出来 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些权威的 靠谱的 有用的一些健康知识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听的 就在我主页那里去查找 好的 关注黑生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